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妮 在我隔壁的这位是我的宠物 她的名字叫发财 所以没有听错 是恭喜发财的发财 恭喜恭喜你 我好像很开心 今天是我做的第一个影片 今天我要做的影片就是要教大家 如何做一个超级简单的面包便当 有留意我的FB朋友们都知道 我很喜欢做便当 其实我呢 两年前的我并不会做便当 不会煮菜也不会做便当 我是买了很多书 关于煮菜的书 一看别人煮菜 一直上网找寻找师傅的资料 可是我们今天做的便当 即使是初学者也很容易入手 背后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开始吧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两片面包 一粒鸡蛋 两片火腿 两片起司 四片黄梨圈 还有一点奶油 首先呢我们把面包用水煮 两片一起搬进去 煮大概三到五分钟 煮好之后就放一边 鸡蛋 之后呢我们把两片面包的皮 都切掉 切好了之后呢我们把面包切成四片 切成四片 火腿也不例外 一切成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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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颗鸡蛋 敲开 打散 放一点盐 我们现在搅拌均匀 把刚才放好的面包放进鸡蛋里 把下面的鸡蛋汁从上面淋下去 其他三个面包也是重乎一样的步骤 锅方面呢 现在我们去拆坡 弄小时候我们就放一点奶油 我们是看到那个奶油正在慢慢慢慢的融化 然后完全融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像刚才煮蛋 鸡蛋的面包 好 我是我的 我 麵包煮好了之後我們現在就準備一個便當盒 把做好的食物就放在便當裡 可以配一些新鮮的水果 這樣吃的會更開胃哦 就這樣完成了 終於 看完了我的影片之後 是不是覺得原來做麵包便當是如此容易的 如果你有做的話記得拍照放在我的Facebook網頁哦